两天前,王大爷在家中突发脑梗去世,这背后有什么也情?基本情况,他没有心脑血管的病史,也没有心脑血管的家族遗传史,他平时不抽烟,不喝酒,体检报告显示,在发病之前,他的打过程并不高,而且血管里也没有斑换和狭窄的情况,按理说各项指标都正常,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? 问题可能出现在蔬菜上面,一些蔬菜水果有去活的作用,但他们发挥这个作用主要是,带走身体里另外一样东西,这个被带走的东西,是导致脑梗发生的关键,第一,哪些食物带走了身体里的水分? 海带,海带,海带上的白色物质里,不光是含有盐,还含某种特殊药物的成分,叫干露醇,该露醇有一个非常大的功效,利尿,如果身体里受入过多干露醇,会因为在利尿的作用下导致,有效血容量不足,引起血绵浓度增高, 这时血管里就会产生血栓,会导致脑梗发生的风险,蔬菜,冬瓜,苦瓜,芹菜,西红柿等蔬菜,都有很强的利尿的作用,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的情况下, 大量的吃这些食物,会导致身体缺水,血黏度会增高,白肉,都说鸡肉与肉好,是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,但经常大量的食用这些肉类,就会有问题,蛋白质里富含氨基酸,当人体中氨基酸过多时,多余的氨基酸就会转变成尿素,然后从肾脏排出去,同时让身体损失不少的水,水果, 在夏季的食令水果当中,利尿的效果排名,西瓜是排在第一位的,而葡萄排第二,香蕉和芒果也是利尿榜上有名的,这些食物都是很好的东西,只是在夏季这个特殊的季节,如果我们一味多吃,吃得过量,就会导致脱水,加大那个的发生几率,第二,错误的午睡,众所周知,午睡有益于健康, 但是不适当的午睡却可能越遇着危险,尤其在炎热的天气,大后午睡,皮下血管扩张,血流增加,加至饱餐后血液硬要涌向消化器官消化食物,皮肤,消化到纷纷与大脑蒸血,导致脑供血量的下降,又诱发脑梗塞的危险。 夏季怎样午睡,时间不应过长,一三十到六十分钟,为一切记,在午餐后立刻躺下,应等待十五至三十分钟后再睡,如餐后午睡常出现头晕,头痛,心累积疲法,可以考虑改在午饭前小睡三十分钟,既能减少脑梗塞的危险,又可是大脑得到休息。 脱水高为信号,鸟色,如果是一到三号颜色的尿液,说明身体里的水分是充足的,如果是四到八号颜色的尿液,说明身体里已经缺水了,颜色越深缺水越严重。 如果再加上有发热,关节疼,腿抽筋的症状,那就说明是严重缺水了。 脸红,大脑的85%由水分组成,大脑一直沉浸在脑脊嘴叶中,所以对极细微的缺水也极度敏感。 当干燥的身体持续脱水或体温上升时,领部分布着很多的神经末梢。 当水分供应不足时,大脑会以一定的比例膨胀脑血管,因此脸会变红。 关节紧绷,疼痛,关节是吸收骨骼间充积力,起到缓冲作用的重要器官。 关节脑里的滑液起到减少,软骨肩摩擦的润滑有势的作用。 当身体脱水时,关节脑的滑液将会减少,无法正常吸收关节间的冲击。 预防脑梗食物,酱,生姜中含有酱稀分,酱稀酮,能有效地降低血液粘稠度,减少血小板凝体,可以起到预防下剂脑梗的作用。 洋葱,洋葱含有一种可激活纤维蛋白的活性成分,能有效地防止血管内血栓的形成。 深色蔬菜总体的营养价值要高于浅色蔬菜,从这个层面上说,紫色的洋葱比白色的好。 从用途上也有区别,纳豆,纳豆,不仅能预防血栓的形成,预防心脑血管疾病,纳豆富含维生素K2,不仅可以促进骨骼健康,还能降低血管钙化风险,也富含暖磷脂,能抑制血小板聚集,降低坏胆固醇。 抑制血栓形成,软化血管,水,导致下季脑梗发生的原因,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原因,缺水。 所以补水是预防夏季脑梗发生的最重要的手段,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,如果在夏季严重缺水,也会有血栓发生脑梗的风险的。 如果血管本身就有斑块的人,那危险就更大了。 信息来源入上海女性健康美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